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31分 加权指数涨6点 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从早盘涨36点变成跌35点 三天都一样 连续三天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又是开高走低 你看礼拜一的时候 开高49点 收盘跌58点 一天 1807点 昨天礼拜二 又是开高走低 开盘涨95点 收盘跌62点 一天 1807点 这个东西又多盘 早盘一开高 你以为他要上去了 当你买进去 他就一路给你杀下来 买进去你就套 今天也是早盘买进去了 以为行圈要冲出去 结果他要掉下来 还好今天尾盘是有拉上来 可是今天尾盘拉上来 虽然指数小涨6点 可是你看今天全资股的部分 台积电涨了13点 降13点 鸿海5点 台化5点 光是这三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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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占了24点 光是这三支就占了24点 指数才6点而已 所以很多股票是下来的 好很多股票是不占指数了 你看今天OTC 大跌 OTC大跌了1% 很多中小型股 早盘开高之后一路就杀低了 所以连续几天来我跟大家讲 这只是反弹 上礼报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讲过 上礼拜五节目 就上礼拜五 利益跟长红棒 我说因为年限指标低了 加上大陆短线在护盘 所以台北股市会有反弹 而且我一直跟你强调 反弹 反弹只是反弹 反弹跟上涨 你要分清楚 反弹是跌式的反弹而已 跌式的弹升 它还会再下去 如果是涨势 那就是多头的攻击 你要分清楚 分清楚你才不会做错 如果是反弹 那么弹上来 该买你就要买 该卖你就要卖 该控就要空 如果是多头的攻击 那当然涨还是要追 因为它高还会更高 所以方向你要搞对 你才不会做错掉 你看今天连续三天 台北股市都越来越低 年限岌岌可危 随时破年限随时就会杀盘 今天台北股市算是比较强 你看昨天大陆股市 今天大陆股市又全部大跌 又全部大跌 昨天大陆股市有出现一个旧市的动作 所以从大跌破底拉升回头 所以从大跌破底拉升回头 昨天欧洲股市也跟着大陆股市的护盘 昨天大陆股市也跟 欧洲股市也跟着涨上去 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 到了晚上 让美国道琼从开高涨130几点 变成大跌跌130几点 起来起回38点 高地点38点 你看这种跌法是不是很恐怖 昨天美国只有半天而已 因为国庆 美国只有半天而已 你看NASDAQ昨天 大跌了0.85% 费城半导体大跌了1.8% 美国股市根本完全就很弱 谈都谈不起来 随时要破底 随时要破底 随时要破底那种感觉 费城半导体昨天为什么会大跌 费城半导体为什么会大跌 你知道最近联电在大陆 对美光提出告示 告他侵权 这个事情的缘由是这个样子 美光台湾的公司有两个员工离职 然后跑到联电去上班 那美光认为他们 有攜带专利跑过去 泄密的问题 所以在台湾就告了那两个员工 就告了那两个员工之后 联电就不爽啊 联电就在大陆 然后去告美光 告美光侵权 技术上侵权 就大陆的法院一收到之后 二话不说 马上要求美光 全部生产线停下来 要求美光 所有东西都不准卖 很可怕 这一条 以法律来说 法律是无罪推定论的 什么叫无罪推定 什么叫无罪推定论 当还没有确定你有犯罪事实的时候 在审理期间 在收证期间 都是假设他没有犯罪的 这叫无罪推定论 就大陆是人家联电一提告 侵权 法院马上全部生产线停止 全部不准卖 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 这个就是人质市场 真的很恐怖 寒残效应 我觉得 有侠院报复的迹象 因为最近美中贸易打得如火如荼 大陆有那种侠院报复的迹象 连电一提告 马上就要全部都不准动 有点过头了 那这种寒残效应 美国的企业在大陆有分公司的 有工厂的 我揣一弹了 已经杀鸡警猴给你看了 昨天美光 大跌了5.5% 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Tesla大跌了7.2% Tesla也打算在大陆开工厂 直接生产 究竟 卖给大陆老百姓 怕一个7% 苹果 脸书 Google 全部走到头上 所以这种政治性的动作 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动作 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说贸易战没有落幕之前 你们一定要紧碎力 美国现在 最近跟欧洲也处得不好 也是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也处得不好 所以在贸易战没落幕之前 你们要做钩票 做多都要小心 所以我告诉你们 反弹都赶快减 康罗就可以了 康罗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两天 有卖压开始出来了 融资也开始在松动 昨天融资减少18亿 融资一天少10亿 就不少了 昨天少18亿 算还蛮多的 可是以这一波 你知道这一波 这一波上来的时候 融资增加200亿 这波融资上来增加200亿 结果这一段的下沙 融资只少了52亿而已 融资才少52亿而已 56亿 可见得这边买进去的股票 只有25%卖出来而已 夹背的股票只有25%卖出来而已 大多数都还舍不得卖 都还套住 到时候连线如果破的话怎么办呢 卖压会不会请朝二处 我不是违言耸听 我一直很担心你们 所以一直在跟你们提醒 爱税里爱税里 你看当时在第25天的时候 我就叫你们要卖股票了 我不是没给你们提醒 我不是没有提醒你们 我不是没有提醒你们 当时第一档我告诉你 反转了 会涨25天 涨上来第25天的时候 这一天正好是第25天 我就叫你们卖股票 卖股票 卖股票 要见好收 你看卖股票 你看卖股票 润泰权 我卖64块钱的 我卖64块钱的 现在纯6天而已 剩60.6 它还算共的 外资还一直在买 外资还一直在买 可是难免还是受到大盘的压力 被压了回来 你看2408南亚科 我卖97块钱的 现在存多少 存八斤而已 南亚科业绩很好了 六月营收又是历史新高 年车第四五月 一样撑不住 大盘跌 一样撑不住 二三四四华邦店 我二十一块钱卖的 现在存十八块半而已 股票会想买 你一定会想买 八十二九经历 我二十六块钱卖的 现在存二十四块而已 40%赚了放口袋 没有什么不好啊 干嘛舍不得卖股票呢 是不是 四一一四 建桥 三十四块没的 现在存三十点五 也差十八去了 八三五八经历 四十三块没的 今天存多少 三十七块而已 但这也是个除权啊 你把权弹回去 是没有那么差了 可是也掉了下来了 卖股票没有什么不好 六一八零的橘子 我六五六六买的 八十卖一半 七十七出清 今天剩七十 股票市场就是 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一直重复这个行为 你不能停下来 当你一停下来 全部卡住了 你就套住了 对不对 所以改败你一定要败 行情要跌 放空就赚钱了嘛 是不是 行情要跌放空就赚钱了嘛 你看我们高档出败又空下来 这是全市场没有几个老师做空 只有零而宴 出在高档又空下来 我空的股票 两个极端 我买底部GEO股 空 业绩差的 涨很高的 这样做得对啊 两个极端是最安全的嘛 是不是 你看昨天被动元件 大逃亡 被动元件昨天大逃亡 最差的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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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大跌 昨天已经跌了 藏已经对开高变跌停板 今天要继续大跌 你看大益对155块 现在存155块而已 50块钱不见了 30%不见了 匪城更惨 52块 现在剩下39块而已 今天矽晶园大逃杀 今天是矽晶园 筹码也松动了 今天矽晶园好惨啊 加金跌停 环球金快跌停 中美金快跌停 合金快跌停 不然股票有什么不好 股票就探钱啊 股票市场就是顺势而已 你一定要顺势 你才能够轻松赚到钱 做任何事情 顺势很重要 顺势很重要 什么都顺势 台语讲的 要顺势 我们以水果好 以水果来说 水果还没熟的时候 要不顺势 你硬要吃 很难吃很苦涩 对不对 就像水果没生 你会吃 不好吃嘛 行情在涨 你硬要做空 那当然你要被赔钱嘛 是不是 等到石器到了 开始跌了 就是啊 你放空走 你就贪钱了嘛 行情在涨的时候 你做多也是就是就是嘛 就是就是水果最好吃嘛 等到水果摆到烂掉了 冷气了 假期了 你还要吃 那就浪费了 对不对 行情已经变成空头了 已经不到了 是啊 你只要做多 你就一直赔钱嘛 一样的道理嘛 对的时间 要做对的事情 时间不对 你硬要做 那就很苦 那就很惨 所以任何事情都一样 对的时间要做对的事情 这个时间行情是跌的时间 你做对的事情 你就贪钱了嘛 这是最直接的道理啊 你看我空的股票 阳明光阶又破底 96.8了 咱们对105块放下来 你们看在眼里啊 是不是 我专门空业机很烂的股票 你看了钱的公司 股票差到160几块 主力一刨掉 后脚慢慢空下去 这样就对了啊 我空两个极端 买低的基优股 空高的基差股 这样做就对了啊 是不是 3707的汉磊 今天快跌停板 我空40块钱了 为什么空汉磊 公司成立以来没有赚过钱 股价长期 都在15块钱以下 就突然间把它炒到4几 你基本面又没改善 所以人为因素炒上去 只要主力一放手 怎么上就怎么下 40块放下来 剩30块 又25%了 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 养成多空双向 操作很熟练的习惯 多头来做多 行情要跌空下去 两方面都可以赚钱嘛 对不对 两方面都可以赚钱嘛 你可以学习像林德燕一样 买底部的空高档的 两边下去做 安全OK 又很好赚 又很好赚 你看我们空的股票 我那四十档地雷股 那四十档地雷股 那四十档地雷股 党党都很弱 你看 3374 金财 放下来的 对 金财 任何反弹我都会空 任何反弹我都会空 光是第二季可能就赔4块钱了 怕要担费 担费我都不担 6127 昨天跟大家谈6127 9毫 今天创新低 现在7.9 9毫 我们是42块钱空的 两天而已 42跌到37.9 10%没什么不好 对不对 两天10% 很好啊 9毫也是业绩很烂的 很难得赚到一块钱的 第一季还赔钱 四五月只赚0.04 连一格就没 高级平常都差了 要50块钱 9毫如果37.5破 会放下去 会放下去 怎么起来就怎么回 你看他长期以来 都在20块钱以下 长期以来已经89年都在20块钱以下 今年瞬间把它炒那么高 你基本上没有改善了 那会不会再重新回到20块钱以下 太共难讲 对不对 我专门空中业绩很烂的 3630新巨科 哇 这只股票今天更厉害 一开盘涨停摆 一堆人抢进去 抢进去的结果一路上 营收成长又如何 营收成长又如何 你看他的毛利率 产品毛利率从负的6%到负的52% 毛利率负52%什么意思 在意什么 毛利率负52% 我这样形容好了 东西进货成本是100 结果卖48元 你营收放越大 东西卖越多你赔越多 这要先改善他的毛利率 先把毛利率改善了 你东西卖了才有机会赚钱 你看那毛利率从负的6% 扩大到52% 你营收成长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都只看到表面的东西 都只看到表面的东西 五月营收成长 六月营收成长 那五月营收成长 六月营收成长 如果毛利率不改善 东西卖越多就赔越多 那你们这样抢进去 是不是太贸然了 你一抢进去 人多斗会多斗你 从涨停 码到跌5% 一天15% 你看这种股票 公司细尼了两个股本 四年赔掉两个股本 今年还在扩大亏损 人为因素硬把它炒上去 你让主力脱手 那接下来怎么上就怎么下 今天出生这根长黑棒车 扭起来都可以扛啊 扭起来都可以扛啊 中国历最好用的 你看八四三一会赚科也是 连赔三年 今年第一季元不怎么样 勾给人插到九十块去 我们八十八块扛的 八十八块扛落下来 今天从八十一块 两天又是八趴 两刚又是八趴 半空有什么不好贪 为什么不赚呢 明明放空这那么好赚 你为什么不做呢 不要坚持啊 我一定要做多 我一定要怎么 坚持到最后结果就是没变财 没变财就四落一条 我讲这话可能比较难听一点 可是众业逆耳 我希望你听得进去 股票市场你就要灵活 你就要顺势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要硬着做 硬着做再多钱都不够 对哦 明明做空就很好赚 明明下跌的时候做空就对了 为什么不做硬要做多呢 我也想我 全部老师都说一条都买一条都买 几乎全部老师都在买股票 我搞不懂 已经跌到这里来 全部老师都还在买股票 只有灵耳股票卖掉空下来 谁对谁错 你们自己看在眼里嘛 是不是 美食 美食 谁敢这样 美食最可惜啊 我87空 最高来到86.5 我都一天空的 我这天空的 我87教会员空 就只来86.5 差五天 很可惜 你看放到现在 没扣到就没扣到啊 我不在买了啦 你看这业绩这么烂 没扣到没扣到 我不在买了 扣到贪大钱啊 8261 全扣这支 全扣这支 负顶 业绩也是很烂的啊 股价炒到60块 第一剂 一毛钱 炒到60块 凭什么啊 大量 套在上面 反弹 无量 涨55块空的 今天存多少 存49块 55块空的 今天存49块 两天 有个12% 两天有个12% 你跟我这样做就对了嘛 对我来做就对了嘛 你看2413这支 我那40档地雷股 都很弱 又跌停了 连三几支啊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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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啊 四支跌停板啊 又是一模一样的 去年赔钱 今年第一季继续赔 连赔两季 营收没有回升 人为因素炒高 你看这个就很明显 之前股价都在 20元以下 因为业绩很烂 都在20元以下 因为人为因素把它炒高 你基本面又没回来 所以到最后主力一放手 怎么上就怎么下 我最想要做这种股票 所以我说我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要做多 我买底部极油股 行情要跌我做空 空业绩很烂的 康罗的帮驳 我专下这种两个极端 你可以试着像我这样做 在行情没有 25天还没走完之前 25天都没走完进行 不要轻易的尝试去做多 直到整个跌市时间结束为止 直到整个跌市时间跌完为止 到时候我开始做多 你要做多再来对我做 那何必放弃现在放空的机会呢 明明可以赚钱 为什么不做呢 康罗有贪钱嘛 我放空学习赢 我还滚了去股票 担起来都要扛 还有好几档 你有时候就要扛 放空没有那么难啊 一张两张试看看嘛 不会有大输赢嘛 可是让你熟练那个熟练度之后 熟练了 以后涨做多跌做空 涨做多跌做空 那你就是赢家啦 否则为什么市场上面八成是输的 为什么 涨大家都会赚 跌不会赚 把掌赚的又输光光 做多赚的空头输光光 没哪来探极 所以八成是输家就是这样嘛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放空 老师也是一样 绝大多数都不会放空 能够家里做放空的极少数 灵和宴我会做 放空是学习啦 没有人天生什么都会的 人类所有行为都是 日后慢慢学习成长的 有学习才会成长 有学习才会成长 你想要股票市场 长期的投资下去 放空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学会 放空学习 现在是让你练习的最好时候 你也会带你做 你不用怕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网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